很多车型在上市的时候就会分为好几个版本进行售卖 不同车型版本之间的差距往往就在配置的不同 配置简陋一些的售价也相对比较便宜一些 但是有些汽车低配版与顶配版之间的差距真的是非常悬殊 比如说丰田八道 丰田八道的低配版就是泰国低配所以被称为乞丐版 丰田八道低配版其实也就是丰田八道277 丰田八道2700的外观与其他版本倒是没有太大区别 前脸同样是宽大的镀隔精细隔山 加上两侧采用的熏灰处理的前大灯看起来非常霸气十足 但是丰田八道2700的前保险杠两侧取消了雾灯的设计 从而用两个洞来代替 看起来稍微有点寒颤 而这款起盖版的内饰更是令人失望 这款车的方向盘并不是多功能的 而且中控台也没有配备液晶显示屏 另外丰田八道2700的座椅做工是非常不惊细 用料看起来也非常缺乏档次感 作为一款售价40万的汽车 丰田八道2700居然采用的是植物座椅 安全气囊也就只有前排位置才能配备 所以在内饰配置方面 丰田八道2700真的对不起40万这个售价 动力方面丰田八道2700搭载一台2J7生自然机器发动机 可以达到最大马率120马力 峰值扭矩可以达到246牛米 这样的动力性能放在小车身上或许觉得足够强劲 但是要搭载丰田八道这样的越野车身上就显得有点使不上近了 有点小马拉大的车的感觉 之前就有一位消费者花了40万买了一辆丰田八道2700 但是买回来后他就觉得后悔 这位车主还说到 买了这辆车之后才知道乞丐中的乞丐是什么样子的 这句话足以证明这位消费者对于丰田八道2700的不满程度